什么原因呢?别再傻傻浇水试肥了,学我对阵下药 Hello,大家好,这里是山山养花,我是山山 最近这几天大家私信来的比较多 其中大部分的花友都是直接发来照片 问我自己家的这个花卉黄叶子了是怎么回事 我估计这应该大部分的花友对于花卉黄叶子所代表的含义还是有些不清楚 所以今天咱们单独拿出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花卉黄叶子之后不同的症状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 这期视频可能会有些枯燥 因为大部分都是需要您仔细分辨的 我尽量说的好玩一点,通透一点 争取让咱们大家看完之后都有所收获 新花友们先点点关注哈 一般来说花卉黄叶子的原因无非就是阳光,浇水,施肥,温度 这四个方面的条件太高或者太低了 接下来咱们就分别说一下首先是阳光方面 如果说这个花卉直接暴露在夏天最热的阳光底下的时候 那就会造成花叶被灼伤 分辨方法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叶尖和叶圆的部分 如果说叶尖叶圆发枯同时这个叶片向阳的地方出现了不均匀的黄斑了 那就是花卉被强光灼伤了 相反的哈 如果说这个花卉长时间不见阳光的话 那它的表现大部分就是不能够形成叶绿素 同而导致了整颗花卉的叶片大面积的发黄 而且还会落叶 如果因为这个光照方面造成的黄叶呢比较好治 咱们找到原因之后给它控制一下光照就行了 胶水方面可以说是花卉黄叶最常见的一大原因了 几乎十个人里边最少得有六个人是因为胶水太多造成的花卉黄叶 如果说您家这个花卉老叶突然有一些发黄了 而且鲜叶片也黯淡无光的话 同时鲜枝或者是小花卉萎缩不长 颜色偏淡的话 那就有很大的可能是胶水太多造成的 这个时候您就去回想一下哈 如果说咱们是最近胶水有些频繁了 那基本上就能下结论了 那另外缺水的话呢 就会呈现出老叶片的边缘干枯 而且从上往下逐渐变黄 甚至是落叶 这同样的结合咱们自己近期的胶水规律 确实如果说很久没有胶水 而且这个花图已经很干了 那就直接给它浇透就行了 这里相比照的话呢 积水的会比较麻烦 严重的可能会烂根 这类方面无非就是肥料过量 或者是缺营养了 那肥料过量的话呢 这个花卉表现出来的叶子 就是鲜叶片颜色会比较重 更严重的甚至会出现了干褐色 而且虽然说整体比较肥厚 但是叶片却没有精神 比如说搭了叶子啊 不光亮什么的 另外花卉它这个黄叶会是那种焦黄 如果说您前三四天刚刚加完肥料 这花卉就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基本上就可以确诊了 缺营养的黄叶呢 是在嫩叶 鲜叶上比较明显的 就是这个嫩叶会出现出一种 淡黄色或者淡绿色 颜色与老叶片很好去区分 部分老叶片呢 也会慢慢的从叶脉开始 慢慢的去变黄 这里缺肥的话呢 比较好处理 咱们就直接给它加点肥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是肥害的话 那最好是抓点时间 把这花肥给它弄出来 实在不行 就只能洗根换土了 最后说的温度方面 春天咱们大家暂时不用担心 无非就是天气太热了 或者是冬天被冻了而已 这一点呢 咱们大家注意 给花卉一个适当的环境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总结来说呢 咱们大家就记住这么几句话 那就是浇水 渐干渐湿 湿肥 薄肥勤湿 阳光你喜欢 它也喜欢 这几句话 可能不能让您把家里的花 养得多么灿烂 但是能够最大程度的 保证它们的健康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些 这里是珊珊爱养花 养花也卖花 咱们下期再见 好